刘毅是否是摇晃牡丹的图案 想来贤妃也是无心的 人人都知道 这摇晃牡丹是万花之王 只有中宫的皇后娘娘才配用 既然是无心的 那贤妃就以皇后娘娘告罪一声吧 这衣服回去脱下 捡了不再穿就是 想必皇后娘娘也不会怪罪于你的 皇后娘娘自然不会在意的 因为花中之王后宫之主本在人心 皇后娘娘 臣妾回到宫中会将衣服脱下 送到皇后娘娘宫中 但凭皇后娘娘处置 你件衣服而已 罢了 你归安吧 谢皇后娘娘 那臣妾告退了 你说启祥宫叫他什么 林侍卫说叫婴儿 婴儿 她什么时候去的启祥宫 就是那日 她抱着牡丹去长春宫 听说是失手砸了花盆 皇后娘娘一怒之下 就把她打发到了启祥宫 让家妃调教 改了名字 还爱欺负她 倒像是冲着我来的 是 婴儿的婴正是主的闺名 婴子 启祥宫爱折磨艳丸 必不会让她受太重的伤 或是死了 你且让林依卓先等一等 等咱们找到机会 就把她从启祥宫救出来 主 端午节快到了 雨主做了好多老虎药包 和五毒香囊 来给我阿哥避邪呢 端午节到的时候 就给勇气戴上 让海兰人瞧瞧 是 端午节各宫以兰草汤沐浴 这五毒香囊里装有熊黄艾叶 和各色香药 可以驱崇避邪 你们配在身上 也算是本宫的一点心意 多谢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五毒饼已经准备好了 那就拿上来 大家一起尝个新鲜 是 张仪泰 你拿一份五毒饼送去养心殿 皇上在处理广东蒸凉鸡壁 就不会来这儿了 喳 鸣儿 宫秦柱 用五毒饼 这是什么规矩 咱们却不知道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 奴才嘛 生来就是伺候人的 贤妃 你说是不是 你说是不是 我说是 我说是 家妃娘娘 宫女们 都是八旗出身 皇上一向宽厚待下 若是被她知道了 可不好 婴儿 你跟大家说说 到底是本宫逼你的 还是你自愿的呀 婴儿是奴婢 生来就是伺候主子的 婴儿是奴婢 你这张樱桃口 打起话来倒是挺利落的 我记得 这丫头是花房里的 名字叫魏燕婉 怎么到了妹妹这儿 连名字都改了 我不过是 喜欢她樱桃红一样的唇色 才随便起的名字叫婴儿罢了 可不是因为姐姐曾经的闺名 叫做青婴啊 既然这丫头的名字 跟我有几分缘分 不如跟妹妹求个人情 让她跟了我去可好 那可不行 且不说妹妹 暂时离不开这个丫头 便是给了姐姐 若是皇上去了奴婚宫 看花了眼 拉错了人 那可如何是好啊 行了 不过是个宫女罢了 嫌妃若是喜欢 本宫让内务府 再挑个好的给你 何必夺碍于佳妃呢 是 刚才看着佳妃这么欺负燕婉 是 刚才看着佳妃这么欺负燕婉 不好受啊 姐姐 我劝你一句 别想着去救魏妍了 一来你看 方才你一开口 佳妃 毓家不肯放人 倒不如等她腻了 便撒手了 二来 我亲眼见过她勾搭皇上 实在不算是一个安分的人 她勾搭皇上 嗯 怪不得她要断着和林荫 撤着青年竹马之急 后来去了花皇才会先准备的 我只知道她贪腹龙安 却不知道 连青梅竹马都可以背弃 姐姐 这样薄情寡义的人 咱们别打理她吧 小心你去告诉佳妃 让她心心生成自己的 是 别老想了没人的 贵妃真的到这种地步了 病如膏肓 心血耗尽 这些年让她静养 她还有什么好费心的 贵妃本是胎理带来的弱症 又过于争强好胜 哪怕是细心调治总是不能见效 这几年又添上了京举之症 便是铁打的身子也熬不住的 她是自己不爱惜自己啊 皇上 书臣直言 贵妃 她是就这一两日了 知道了 微臣告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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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